白沙村位于香港新建元朗 圣元朗十八乡里 一个不大不小的围村 在村内一处偏僻的位置 有一栋不到200尺的石屋 因为荒废已久 房屋的附近长满了很多野生的植物 一些香辣植株和民币的灰心 随处地散落在房前 在屋子灰色的铁门上 还贴着一道 用来给死人接收民币的符枣 很多外地人不知道的是 从2003年开始 白沙村的村民们 就不许孩子们进到这间屋子里 一些村民每月都会到屋外进行祭拜 还会定期找法师来这里做法 相传 一到晚上 这里就经常能看到 有小孩在空屋里玩耍 有时还能听到孩子哭叫的声音 因为 房子里有两个女孩的王林 2002年12月40日晚上 香港云南警罚接获了一些有些紧急的案子 一位姓陈的市民来到警局报警 声称自己的女儿在晚上出门一号 失踪了 欢迎来到三更研究所 今天我们将介绍一起 与南洋邪术有关的案件 无鬼复仇 失踪的孩子 叫做陈诺文 11岁 在附近的云南公里中学 向有会小学就读 当天晚上7点左右 他告诉父母自己要到云南广场 冲新出的Twin's的明星闪卡 半小时以后就能回家 然后就跑出了家门 然而 家里人等到晚上10点也没见他回来 问变了孩子的老师和同学 到处都找不到他的踪迹 这才赶紧来到了警署报警 虽然失踪的时间仅有三个小时 但考虑到孩子只有11岁 如果涉及绑架 营救的时间会非常的紧迫 接案的警察判断事态严重 将案子立即移交给了重案组处理 由于当时网上的应用还不够发达 要支持自己喜欢的偶像 主要的方式 就是通过购买海报和一些周边的产品 因此在2000年前后 抽取明星的闪卡 是一件在少男少女中非常流行的事情 陈诺文抽卡的地方 位于元朗广场二楼的一间庄柜 从他居住的寿妇解除法 正常的情况下 到达目的地只需要不到10分钟的时间 即便加上抽卡和往返的时长 再怎么也会在一小时内返回家里 根据陈诺文父母和老师的说法 这是一个很懂事的孩子 从来没有撒谎的习惯 跟家里人的关系也很亲近 因此几乎没有离家出走的可能性 警方在元朗广场的壁路电视系统里 发现在失踪当晚的7点30分左右 陈诺文的确在广场二楼236号店铺出现过 他在这里抽了几张闪卡 又顺便买了一些文具 然后就通过天桥走出了广场 警方顺着这条线路继续追查 但附近的监控 却再也没有拍到女孩的踪影 接连着两周的搜索 警方完全没有新的发现 从元朗广场走出到街道好 陈诺文就这么消失了 12月19日 陈诺文失踪后的第15天 就在元朗警方准备拍摄一则短片 向市民征求更多的线索时 他们在当天晚上9点多时候 又接到了一个报警 报案者声称 自己10岁的女儿在今天下午放学以后 一直没有回到家里 这次失踪的女孩 叫做严佩山 就读于元朗基地的佛教荣音小学 她通常都会在晚上6点左右回到家里 可今天直到晚上9点 一家人都没有看到孩子的身影 第一起案子还没有进展 陈诺文失踪仅仅仅半个月 居然又出现那些新的女同失踪案 严佩山就读的佛教荣音小学 离元朗广场只有一公里的距离 两个孩子的年纪相反 都是长植发和瓜子脸 失踪时还都穿着红色的衣服 两起案子很可能有观念 而且 从挑选目标一致的程度来看 作案者还具有变态连环杀人魔的特征 如果不早日破案 后果不堪设想 感到问题严重的警方 立即对严佩山经常游玩的合议广场 以及相关的街道展开搜索 通过大范围的调野监控 终于在距离学校不远的一个车站的设想头里 发现了严佩山的影子 他与一名被对着监控 走路时有些勾着身子的中年男子 一起登上了一辆巴士 这辆巴士的行驶路径为39号线 当晚从荣英小学附近的凤翔路发车 至公安的巴士总站结束 全程约为4.5公里 中途会经过教育路 马田路 田辽村 以及白沙村等多个车站 因为涉及的范围较广 一路又经过了18箱里的数个围村 其中有着无数的错误 警方在一时之间 很难找到突破稿 最奇怪的是 从监控设备拍到的画面来看 严佩山完全没有表现出反抗的迹象 如果真的是遭到绑架 在一两坐满的人的巴士里 一个小学高年级的孩子 完全有能力进行求救 与他在一起的中年男子到底是谁 案件刚有了一些线索 就又一次陷入了迷雾之中 半个月的时间 繁华的商业区里两个孩子接连失踪 各种恐怖的传言 迅速传遍了整个元朗 很多的家长不敢再让小孩单独挨处 在巨大的压力下 元朗警方只能加班加点 对巴士覆盖的所有范围 进行进一步的搜索 然而 他们完全没有想到 这起事件 马上会转出到一个极为离奇的方向 12月20日 在盐沛山失踪的第二天 正忙得焦头烂额的元朗警方 又一次接到了一个报警 这次的案子不是失踪案 而是一起民事纠纷 一位元朗当地的女性身上 她的姐夫因姐姐离家出走 把自己和三个孩子关进的屋子里 威胁说要点燃家里的燃气 与三个孩子同归于心 案发的地点 位于白沙村移动有些偏僻的事物 警方抽掉了一些警力 很快就向着报案的地点赶去 通常来说 这种类型的案子 很多都是当事人一时的激动 并不见得会真正的造成破坏 然而 几个警察刚赶到现场 就发现了事情不对劲 他们看见案发石窝的所有窗户 全都被整整齐齐地盯上了木板 里面还透出了少许煤气的味道 这个人是真的想引爆房子 房子里有三个孩子 附近的村屋又修建得非常密集 一旦发生燃气爆炸 很可能会造成严重的破坏 十几分钟的时间 元郎警方就将几乎所有的警力 全部调派到了白沙村里 在疏散村民的同时 将事发的屋子包围了起来 办案的女性告诉警方 住在石屋里的人叫做唐永强 他与妻子也就是自己的姐姐梵纽杉 在1991年相识 两人生下了三个孩子 本来夫妻的生活还算正常 但由于妻子梵纽杉 最新认识了一个新的男友 屡次离家出走 唐永强在多次要求妻子回家无果后 记恨交加之下 终于做出了这样可怕的事情 警方派遣的一位谈判专家来到现场 尝试与唐永强进行沟通 请他不要做出伤害自己子女的事情 但对方却完全不在意孩子的死活 只反反复复地询问着 阿珊来了没有 从当事人反复地提问 和石屋里那些被封死的门窗来看 现场的专家认为 当事人已经失去了离职 而且心中似乎还有一种强大的十年 如果现在妻子真的回来 他很可能会直接引爆闪器 通过让妻子亲眼目睹惨壮 来达到自己报复的目的 现在绝不能让他见到反流闪 而就在警方一边稳住对方 一边想办法怎么突击进入屋内时 他们突然听到了一段连续的 像是用盾器敲打在铁制品上的声音 警方一下子就反应过来 唐永强等不及了 正在用铁锤敲击家底的燃气罐子 屋内弥漫着高浓度的可燃气体 任何敲击产生的火化 都随时可以引起爆炸 危机之下 现场的指挥官要求立即行动 几名警员撬开了门锁 强行进入了屋内 但他们刚进入房间 躲在二楼的唐永强 就一下子点燃了手中的打火机 整间屋子里 瞬间发出了一声恐怖的巨响 由于爆炸产生的气压 所有窗户的玻璃全被震碎 紧跟着就是孩子凄厉的哭叫 或许是因为空间还算宽广 爆炸的威力不算很大 现场的消防员很快就控制住了火事 警方也迅速地将被炸迷糊的唐永强制服 他的三个孩子 被一根红绳捆在了气罐上面 好在罐体没有爆炸 除了有不同程度的烧伤以外 看起来生命无恙 唐永强与三个孩子 被救护车送往医院进行治疗 按照常规的程序 警方与消防则分别留下了一些人员 对现场完成取证 几人在一楼的调查一切正常 但在一名消防员 检查二楼卧室的衣柜时 却看见一坨用白布包着的东西 突然从衣柜里滚了出来 白布上系着一根红色的绳子 与将唐永强的孩子 捆在煤气罐上的那个硬模西洋 几人本来以为是一捆棉被 但用手碰过去 却感觉到里面有一种半软半硬的东西 察觉到不对头的警员 小心翼翼地将白布打开 发现里面 装着一具女孩的尸体 12月20日下午 在唐永强家里发现的女孩 被确定为一天以前 失踪的盐沛山 找了一天一夜的孩子 就以这么一种 离奇的方式出现了 由于唐永强因爆炸陷入了昏迷 无法对其进行问询 警方连夜对他的屋子 展开了地毯式的搜索 他们在找到盐沛山的衣柜里 发现了一张唐永强妻子 樊柳山的全身照 照片被五颗钉子钉在了墙上 上面写着 樊柳山 生计1980年8月1日 看起来异常的诡异 接下来 警方又在房屋的附近 找到了一口 被斩新的水泥封死的沙井 在一种极为不祥的预感下 几人撬开了井口的水泥 看见有一名长发的女孩 赤身裸铁地飘在井下的污水里 经过尸检与DNA比对 警方确定 在井里发现了这具面目全非的尸体 正是失踪已久的承诺文 两个女孩的死疑 分别是遭受人为恶警 和用枕头堵住了口鼻窒息而死 他们的下体部位均存有严重的撕裂伤 肛门部位也被涂抹了婴儿友 显然在生前 都遭到了令人发誓的侵犯 考虑到案件的限制极为恶劣 12月底 远郎警方将三起案子并案 成立专案组 对唐永强的妻子一家进行了详细的问讯 并对从医院醒来的唐永强 展开了隐秘的突击审讯 通过审讯中获得的公词 结合现场找到的大量证据 一个诡论骇人的真相 终于被警方拼凑了出来 唐永强在1964年出生于台湾 本来是一个家境很富足的人 年少时 因为全家移民越南受到了战乱的影响 家道中落 最后被迫以难民的身份 一个人来到了香港生活 在港定居的期间 唐永强先后经历了两次婚姻 第一任妻子 在未成年的时候与他相识 1991年 他又认识了当时时有11岁的樊牛山 然后三个人同居在了一起 因为前任妻子无法接受这样畸形的关系 选择了离婚 于是唐永强变得樊牛山成年一号 与他开始了第二段婚姻 两人前几年的生活还算顺利 但自从有了三个孩子后 靠唐永强一个人 已经无法再维持家里的生计 于是 文化程度不高的樊牛山 只好选择去KTV里当公馆 他们的婚姻 也从这里开始出现了问题 在樊牛山以往年幼的认知里 觉得丈夫唐永强就是一切 说什么都是正确的 但在经历了外面的花花世界一号 才发现自己一直是在受到丈夫的欺骗 靠着年轻貌美 他很快就交到了一个新的男友 并且提出与唐永强离婚 唐永强百般阻拦 不停地骚扰 可始终无法让妻子回心转意 他向当地的社会福利社求助 但一直闹到 当时时任社会福利社署长的林郑月娥 都差点上门到他们家协调 也没有起到任何的作用 看着从小就受自己控制的妻子 要跟着别的男人离开 幼稽幽度 阴暗深恨的唐永强 最终想起了一种自己在泰国学到的法术 只要用这种办法 就可以对妻子进行彻底的报复 法术的名称 叫做无鬼副手术 施法者需要先将带有仇人称成八字的照片 用五颗钉子钉在对应位置的墙上 然后再杀死五个用红绳子恐过的人 利用死者滔天的运气 祭练出五只厉鬼 这样 无鬼就可以持续地缠着照片里的人 让对方永生永世受尽折磨 除了需要杀人以外 无鬼术还有一个要求 那就是被杀死的人 必须要与施法者有血云上的联系 唐永强本身有三个孩子 但一时无法找到其他的两个血亲 他思考了一会儿就想到了一个办法 只要找来两个少女 与他们发生关系 这样就算是集齐了五个有血缘的人 一定能成功地施法 唐永强准备 根据自己的审美来选择目标 他带着三个亲生的孩子 伪装成一个好爸爸的形象 在广场和街道转了很多天 终于发现了一个合适的人选 当时穿着红色的衣服 正拿着闪卡离开广场的承诺文 唐永强先是在街上与对方打闪 在知道女孩正在收集twins的闪卡号 便很大方地送了他几张 然后告诉他 自己的家里有全套的twins卡 可以免费地送他一些 看着这个叔叔亲切和善 又带着三个孩子 抵不住闪卡诱惑的诺文 就这样来到了唐永强的家里 当天晚上 唐永强以掐紧的方式 在二楼将陈诺文杀死 随后对其进行了侵犯 最后将他的尸体用红绳捆绑 封入了父亲的那口杀井里 练花完了第一只厉鬼 唐永强开始寻找第二个目标 他很快就在公园里 遇见了正在玩耍的盐沛山 在通过孩子打闪 了解到对方的名字里 带着一个山字以后 女孩立马就成了他的猎物 唐永强先让孩子 去跟盐沛山混了几天 然后就投其所好地 邀请对方到家里 来玩电脑游戏 最终也成功地 将他见到了房间里 处理盐沛山的过程 比陈诺文要多一些波折 唐永强这次采用枕头 来将对方闷死 或许是因为不好掌握力道 在他以为对方已经死亡 并开始发生关系时 盐沛山居然因为痛苦 突然又挣扎了起来 于是他就一边进行侵犯 一边重新有枕头 蒙住对方 在女孩陷入昏迷 又因疼痛而苏醒 反反复复了好几回以后 终于彻底没有了动静 唐永强将他身上的 红色外套留作纪念 然后将尸体用白布红绳捆绑 丢进了衣柜里 12月20日 唐永强打开了煤气 封好了门窗 本来准备等妻子回家以后 引爆燃气来完成整场仪式 然而他却没有想到 警方这么快就来到了现场 这才有了最开始的一幕 作为一己轰动了全港的恐怖案件 唐永强案于2004年2月10日 在香港高等法院正式开庭 唐永强与他的律师 想进了各种办法 希望将杀人的行为 与精神异常和激情作案联系在一起 并列举了自己患有中度抑郁症的证据 唐永强便称 他所有的行为 都是为了与受害者缔结血缘 炼至无鬼来报复自己不忠的妻子 他认为孩子太小 不忍心对方承受痛苦 所以才会先杀害后侵犯 妄图以这种说法 来博取陪审团的同情 然而 控方指出 从被告开始准备无鬼扶手竖起 从头到尾 明显就是有计划的在犯罪 甚至还会挑选中业的目标来下手 他完全清楚自己在做什么事情 正是一种无法被原谅的罪行 从被捕到庭审 唐永强最反感的事情 就是有人说他对女童有特殊的癖好 每次被提及 都会拼了命地反驳 声称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施法的需要 绝对不是什么特殊的爱好 可值得一提的是 警方在抓捕唐永强时 注意到他有一种被称作寒贝的习惯 身体的重心总是会压得很浅 惯性地滴着脑袋 通常来讲那些经常会望着自己腰部以下的事业 比如幼儿园脑饰和装卸工人都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症状 警方推测唐永强之所以会变成这样 很可能就是因为他有长期低头看女童的习惯 2000年402月25日 在陪审团的一致同意下 香港高等法院裁定唐永强 两项谋杀和一项企图谋杀罪成立 最终判处他两次终身监禁 和一次八年的有期徒刑 恕罪并罚 三项刑期同期执行 在无鬼复仇案发生一号 白沙村的案发地点附近 开始出现了各式各样的传言 据说 有人经常在玩杀 看见两个女孩在门前玩耍 还会听到耳旁有人突然呼气的声音 女生一会儿在哭 一会儿在笑 所有的人都不敢再轻易地接近这些食物 为了让房子不置荒废 村屋的业主 以免除五年的租金作为条件 请到了一位好心的和尚上门 在整治的念经超度下 这里才终于恢复了灵经 有意思的是 在村里的怪事逐渐减少以后 与唐永强在一起服刑的御友 有一次向媒体透露 唐永强在监房里 经常说自己 能看见两只女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